想要获得成功不是去做更多的事 而是专注于一件最重要的事 时间不够用似乎成了现代人的通病 但是转念一想 我们建议的并非是单纯的时间有限 而是我们怎么用有限的时间来获取最大化的成果 或者说的直白一点 我们想要用有限的时间尽快获得成功 有些人认为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 所以我们应该尽可能多尝试一些事情 才能慢慢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还有一些人认为勤能捕捉 多做一些事情可能会让自己离成功更近一点 但是最重要的事只有一件却告诉我们 正是因为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 如果不分重点的盲目做事 最终只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相反认真做好一件事比什么都重要 最重要的事只有一件是一本超级畅销书 书中直言了阻碍我们成功的原因 阐述了提高效率的极简之道 从而让我们学会了释放内在的潜力 此书一经出版就大获好评 曾持续稳居亚马逊总榜第一 被评为2015年最佳读物 它能帮助我们聚焦目标 让我们更省时更高效地走向成功卓越的捷径 本书作者加里·凯勒 是全美排名第二的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 还是著有多部畅销书的作家 凯勒之所以写出最重要的事只有一件 和他的亲身经历有关 在数十年的创业历程中 凯勒的公司曾两度陷入困境 为此他特意醒来外援 这位专家告诉他 想要摆脱困境 你只需要做一件最重要的事 公司第一次摆脱困境 是找到了14个关键职位上的人 第二次摆脱困境 是让这14个关键人 专注于本周最重要的一项工作 这让凯勒意识到原来最重要的事只有一件 好了介绍完了本书的基本情况 以及作者概况 那么接下来我将从三个方面 来为你阐述本书的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 跳出这三个认知误区 你能离高效更近一步 第二个重点是 撬动这个世界 你只需要一枚很小的骨牌 第三个重点是 想要做到最重要的那件事 掌握这三个方法就行了 好的 首先我们来看的是 本书的第一个重点内容 跳出这三个认知误区 你能离高效更近一步 在通往成功的这条路上 你总会遇到一些绊脚石 但是你可能没有想过 有的绊脚石是由你的认知误区所造成的 那在这一部分呢 我们来拆穿阻碍你成功的三个谎言 现在有不少人都有着写代办清单的习惯 但是大部分人的代办清单 仅仅是一些事项的罗列 没有重点 没有优先级 这样的清单会让人觉得 每件事都很重要 这也是很多人为什么会觉得 自己每天都在忙忙碌碌 当过了一段时间进行复盘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什么都没做成的原因 19世纪末20世纪初 意大利经济学家帕利托发现 在任何一组东西中 最重要的只占大约20% 其余80%尽管是多数 却是次要的 这一发现被人们称为二八定律 好比说一家公司80%的利润 来自于20%的顾客 20%的人身上 集中了人类80%的智慧 社会上20%的人 占有80%的社会财富 而我们要做的事情 也符合二八定律 那就是做好了20%的事情 能够为我们的人生 起到80%的作用 由此可见 认为每件事都很重要 是一个悖论 不论事情轻重 眉毛胡子一把抓 不仅会让人陷入盲目 茫然 忙碌的状态 还会让我们错失 真正重要的事情 除了每件事都很重要的谎言之外 人们还经常相信第二个谎言 也就是我们可以同时 专注于多件事情 很多人总认为 自己能够同时 hold住多个项目 平衡很多事情 就显得很厉害的样子 这显然是一个认知误区 虽说人类确实 可以同时做两件事 比如一边走路 一边说话 一边吃饭 一边看电视剧 但是我们无法同时 专注于两件事情 不然的话就会发生悲剧 纽约时报 曾以驾驶的时候发短信 使用电话的危险为主题 做过一系列的报道 报道中说 分心驾驶 每年可能会导致 16%的交通死亡率 以及50万起交通事故 一个电话 都会使司机的注意力 降低40% 它的影响等同于 酒后驾驶 讲述大脑运行机制的 《慢思考》一书中提到 我们的脑系统中 负责思考的被称为思考脑 思考脑运行时 需要我们持续地 投入注意力 保持专注 当人们同时 处理两件事情的时候 思考脑并不是同步运行的 它是在两件 不同的事情之间 来回的切换 这样的切换 将带来严重的效率问题 因为注意力切换本身 就需要时间 而一部分信息 就流逝在切换的间隙里 这本书从而得出了一个结论 大脑一次只能处理一件事 如果你试图同时处理多个任务 最终每个任务花费的时间 肯定远多于单任务的情况 那说到这儿 你应该明白了 所谓的同时做很多事情的效率更高 完全是一个谎言 同时做多件事 非但不会让效率更高 反而还会让效率更低 好那揭穿了第二个谎言 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个谎言 意志力触手可及 并且取之不尽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斯坦福大学的一位博士 找来六百多个四岁的孩子 做了一个棉花糖实验 实验人员把孩子带到了房间里 在他们面前放了一块棉花糖 并且告诉他们 如果不立刻吃这块糖 过一会儿 他们就可以再得到一块糖 实验人员离开之后 孩子独自一个人待着 有的孩子在大人一离开 就把糖给吃了 有的坚持了一会儿 但还是没忍住 吃了糖 最后有三分之一的孩子 坚持到了实验人员回来 实验人员发现 孩子在等待大人回来的时候 备受折磨 因为人类的意志力 是有限的 意志力就像我们的手机电量 每天早晨都是充满电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你不断地在使用你的电量 显示电量的绿条 就减少一点 你的能量 也就减少一点 最后电力快要耗光 指示灯变红 你也就意志耗尽了 总之 意志力是有限的资源 它并非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因此 你不可能仅靠意志力 就能够做到很多事情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 第一个重点内容 跳出这三个认知误区 你能离高校更近一步 在这一部分 我们拆穿了常见的三个谎言 分别是每件事都很重要 我们可以同时处理多件事情 以及意志力触手可及 并且取之不尽 实际上我们的成就是有20%的事情促成的 同时处理多件事会降低我们的效率 而且意志力是极其有限的 说完了这个 咱们接下来要说的是今天的第二个重点内容 撬动这个世界 你只需要一枚很小的骨牌 1983年 美国物理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 解释了一枚骨牌如何推导体积比它大50%的另一枚骨牌 2001年 旧金山科学博物馆的一位物理学家 基于这篇文章的观点 做了一个假设实验 假设第一枚骨牌高5厘米 之后每一枚都比前一枚大50% 到第10枚的时候 骨牌的高度已经接近2米 到第18枚的时候 骨牌的高度可能媲美比萨斜塔 到第23枚的时候就已经超过了埃菲尔铁塔的高度 到第57枚 它的高度就足以到达月球 所以你看 多米诺骨牌的累积力量是多么的惊人 这一积累过程呈现了几何级数增长 沿着同样的思路 倘若我们可以在人生中制造出多米诺效应 不就可以更快的接近成功吗 但是想要让我们的人生产生多米诺效应 我们就需要累好第一枚骨牌 只有第一枚骨牌的大小适合 位置得当 它才会触发之后的骨牌 而人生中会产生多米诺效应的第一枚骨牌 就是最重要的那件事 世界上最受追捧的演讲家 奥格曼迪诺曾说过 一次只做一件事的人 才会领先于这个世界 纵观现实社会 那些成功走上金字塔顶端的人 都有着对目标始终如意的坚守 他们将热情集中于一件事上 努力在自己的领域做得更好 哈兰山德市就靠着一份炸击的秘方 创办了世界最大的炸击快三连锁企业肯德基 英特尔公司专注于研发处理仪器 靠此为公司带来了绝大部分收益 星巴克秉承着 只做最好的咖啡的理念 成了现在连锁咖啡界的知名品牌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局 现如今我们的问题不在于选择太少 而在于选择太多 找到那件最重要的事 可以让我们朝着终极目标稳步前进 那么如何能够找到最重要的那件事呢 你可以先尝试找到你的关键问题 找到了关键问题之后 那个能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你要去做的那件最重要的事 你可以问问你自己 我能够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呢 为什么做了这件事会让其他的事都变得更简单或是不必要了呢 请你留出一段空白的时间 好好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也许你会得出很多的答案 但是你必须确定某一件事 这件事要有能够触发你做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的威力 甚至可以因为你做了这件事 其他为了实现目标而要做的事 压根就没有必要去做 那么通过了问题的解剖 找到了关键问题 你才有可能获得好的结果 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你主动规划自己工作和生活的过程 书中说 任何时候你都可以问自己 我现在要做的那件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这样你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最重要的那件事上 从而找到支点 也就是第一枚多米诺骨牌 好那这就是今天为你分享的第二个重点内容 撬动这个世界 你只需要一枚很小的骨牌 想要取得成功 聚焦目标专注于最重要的事上 往往会有很好的效果 而想要找到最重要的那件事 我们可以通过问题剖析来实现 也就是问问你自己 我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为什么做了这件事 会让其他事情都变得更简单 或是不必要了呢 好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 今天的最后一个重点内容 想要做到最重要的那件事 掌握了这三个方法就可以了 当你找到最重要的事 你已经比大多数人都要幸运 之后你只要尽力将这件最重要的事 用尽可能短的时间最好的完成 这样你就能离成功更进一步 想要做到最重要的事情 书中提供了不少方法 我总结了三个操作性强 适用范围广的方法 现在和你分享一下 第一个方法是确定优先事物 很多人都有着列代办清单的习惯 但是他们的代办清单 通常和自己的终极目标 没有什么联系 只是一堆琐碎的陈列罢了 而真正有效的代办清单 应当有着优先事项和普通事项的区分 那件最重要的事应该列入到优先事项 通常最重要的事都比较大 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倒推法 把最重要的事不断的细化 细化到我们今天可以直接着手的事 然后把这件事列入到 代办清单的优先事项中 咱们举个例子 小王通过问题解剖 找到了自己最重要的事是出版一本书 那么他为了确定优先事物 就要根据这个终极目标逐步倒推 比如说为了出版一本书 三年后他需要签订出版合同 今年他需要写完图书初稿 然后再逐步倒推细分到现在 他需要每天写5000字 那么每天写5000字 就是小王为了完成最重要的事的 优先事物了 好了那确保了我们每天行动 我们最好把优先事物 白纸黑字的写在代办清单上 写下来这个举动极具仪式感 他能够明确的告诉你 你每天的优先事物已经被确定了 你不应该再把主要的精力 花在其他的事情上 只有当你学会了集中精力 处理好优先事物 你的目标才有用处 这是确定优先事物的具体方法 那么第二个能够帮你做到 最重要的事的方法就是预留时间段 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 想要让自己在有限的时间内 以饱满的精神高效工作 就需要预留时间段 书中说有三件事需要你提前预留出时间 第一件事是休息 这可能会让不少人惊讶 在一些人的认知里 要保持高效 就要先安排自己的优先事物 但是作者认为 如果你忽视了自己的休息时间 你就无法保持成功的状态 最成功的人 仅仅将自己的工作时间 看成是两段假期的间隔 而最不成功的人 则认为自己不应该休息 因此我们要提前规划休息时间 把工作时间围绕休息时间来管理 而不是反过来 好的 那在我们为休息预留出时间之后 我们就可以为优先事物预留时间了 作者认为 一天至少要规划出四个小时的 优先事物时间 像不少成功人士都这样安排 史蒂芬金常年将上午的时间 作为他的写作时间 著名的作家Floby 每天花5.5个小时写作 音乐家莫扎特 每天花6个小时作曲或者演出 除了留出空闲时间 和做优先事物的时间 你还需要留出做计划的时间 做计划是你反思自己当前现状 以及和终极目标差距的好机会 因此这个时间段万万不能省略 建议你每周留出一个小时 反思一下自己的年度目标和月目标 每天花几分钟 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和计划 那说到这能帮助你做到最重要事的两个方法就说完了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第三个方法 尽量做到最好 提到王金小野二郎心金春子这几个名字 我想你应该觉得不太陌生 不论是在故宫日复一日的认真修复文物 还是年复一年的制作寿司 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以匠人精神 将一件事做到极致 这种专注的精神态度 如果沿用到最重要的那件事上 就是让你不断的精进 将它完成得更好 1993年 心理学家K.安德斯·埃里克松 通过追踪一流小提琴演奏家 发现他们在有这样的成绩之前 就已经练了一万个小时的琴了 这让他揭示了成为音乐大师 普遍需要的练习时间 并且让他提出了著名的一万小时定律 很多人一听到一万小时定律 想到的就是我们要投入更多的时间 但实际上一万小时定律 强调的并不是单纯的一万小时 而是需要刻意练习的一万小时 刻意练习指 为了提高绩效而被刻意设计出来的练习 他要求一个人离开自己的熟练和舒适区域 不断的依据方法去练习和提高 好比说普通的乒乓球爱好者 在乒乓球上投入的时间 可能就是和好朋友一块打打球之类的 但是专业的乒乓球运动员 每天的练习是专业而且精细的 他们可能需要不断的重复挥拍这个动作 来加强肌肉记忆 或者做很多的技术动作分解 而不是简单粗暴的和别人打一场球 因此 我们在做优先事务的时候 要保持着力争做到最好的心态 懂得离开自己的舒适圈 多做刻意练习 如此一来 只有当你在重要的工作中表现得最好 做到最好的时候 才会产生卓越的成果 好 那这就是今天为你分享的第三个内容 想要做到最重要的那件事 掌握这三个方法就行了 三个方法分别是 确定优先事务预留时间段和尽量做到最好 确定优先事务是让你通过倒推法 找到每天最重要的那件事 预留时间段是让你每天 留出休息优先事务和计划的时间 尽量做到最好 则是沿用了一万小时定律 在完成优先事务时 力争做到最好 好了 说到这儿 今天我们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为你分享的内容 首先我们说到了 阻碍我们成功的三个谎言 第一个谎言是 每件事都很重要 通过二八定律 我们知道了 最重要的事只占了20% 第二个谎言是 我们可以同时处理多件事 但实际上同时处理多件事 会降低我们的效率 第三个谎言是 意志力可以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然而意志力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减少 其次我们说到了 想要更快地走向成功 我们应该去做最重要的一件事 找到最重要的那件事并不难 通过问题剖析就可以做到 在问题剖析中找到关键问题 而那个能够解决关键问题的答案 就是我们要找的最重要的事 最后我们说到了 如何让你更顺利地做到 最重要的那件事 先是通过倒推法 层层细分到每天待办事项中 最优先级的事项 然后为这个事项专门留出时间 建议预留时间是在四个小时以上 除此之外 我们还需要预留休息 和做计划的时间 同时 我们还要在完成优先事物的时候 尽量做到最好 争取不断地精进 更快实现终极目标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总结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